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二谈到 应对中共威胁最大同盟就是美国人民 其次是国际盟友 过去半年多世界潮流已经转向 蓬佩奥8月中旬出访中欧和东欧四国 说服其不要使用华为5G设备 他表示美国和主要盟友对这一威胁已有共同理解 并在构建替代方案 蓬佩奥指出中共靠经济手段构建霸权 以14亿人口市场为工具 吸引美国企业令其无视中共侵犯人权 美国正在做出回应 在美国领军下 欧洲已开始加强对中共抵制 周一欧盟领导人在欧中峰会上 直接向中共表达对香港问题严重关切 必要求欧中关系建立在对等负责和公平基础之上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